吹光問題嚴重 為了要鼓勵中高齡勞工可以重返局場 所以政府就推出了婦女再就業計畫等政策 還寄出3萬的就業獎勵金要來吸引回流 不過是有勞團就認為 政府應該要把錢用在 創造適合中高齡就業的環境 而各界一屆不同也引發討論 親切的詢問客人 陳小姐是二度就業婦女 以前在銀行業服務 為了照顧孩子 離開職場 現在孩子大了 他重返職場 擔任麥當勞的正職服務員 公司也體恤中高齡員工 像是炸薯條的柵欄 改為較輕的單程 方便操作 疫情解封後 缺工嚴重 為了鼓勵中高齡 或是二度就業婦女 重返職場 政府基礎像是婦女在就業計畫 基礎三萬元就業獎勵金 政府也補助企業 吸引回流 勞團認為年齡歧視的情況 長期存在 政府應該設計適合中高齡就業的環境 才是對症下藥 此外台灣去年的勞參率 又為59.2% 50到54歲的勞參率 又為76.3% 可是一過55歲 開始大幅度下滑 60到64歲的勞參率 只有39.6% 尤其60到65歲以上的勞參率 和日韓差距達到15%到35% 其實我們55到59歲 跟整體勞參率是很接近的 加強獎住的對象要放到60到65歲 顧問職或是藍領的這種職場導師 也都是中高齡勞工二度就業蠻適合的一些職務 面對中高齡回流 學者認為要重回原本的職場 現實狀況下確實有困難 不過人力專家認為 這些經驗豐富的中高齡 如果可以擔任顧問 提供經驗諮詢 是重返同一職場的可能機會之一 記者 陳安心 張子佳 台北報導